政府修例打击棄置车辆 规定车主必须要自行处理不载转牌的车 为者最高可以判囚三个月 政府打击卫生黑点计划 发现棄置车辆情况严重 不少电单车被人棄置后行没有人处理 当局说至少处理了3300架棄置车 九成就是电单车 根据现时交通规例 车辆两年未有转牌 运输署会向登记车主发通知书 如果车主未有理会 车辆的登记就会自动取消 但是车主不需要负上清拆的责任 政府提出收定车辆登记和领牌的规例 车主日后收到通知书之后 要在三个月内为车轭牌 或者按规定清拆或者移离车 否则构成罪行 首次定罪最高罚一万元和监禁三个月 之后再犯就罚款二万五千元和监禁半年 当局在立法会解释条文 议员普遍支持修例 但是关注实际执行的细节 家瑜把车四个车拆走了 这件物件棄置在后巷或者荒野的地方 你叫它车辆而判住新的罚则 还是纯粹检控它非法摆放废物呢 它拆了四个车 如果我们找到车的底盘号码 或者一些资料 可以认到车主的资料 都会当它是车主的身份 用这条例去告去的 有议员就关注股董车在新规例之下 应该如何处理 如果我放在一个仓库 或者在一个棕地上 这辆股董车我不逐牌了 那会不会跌入你这条例呢 曾经登记了 以及上一段牌 然后在道路上行驶 它启动了这个之后 这个也是要有一个豁免 它是需要在一个新例之下申请的 譬如股董车有一定的年纪 或者它如果你说珍贵 或者行有车 它真的用来只是作为展览 或者自己存储 那这些是否要特别处理 否则处长其实也很繁忙 你有空又认识一下 是否给五年去 给六年豁免它 我们可以有一个条件 亦是一个适当的期间 所以那个豁免期可以比较长 我们会看着我们一直所做的工作 如果有需要 我们再看看有没有需要其他的修理 当局话法例生效之后 会有一年的过渡期 期间各个部门仍然会果断执法 我是NCGTL 转移不到 我们下期见